现在是5月下旬多伦多今天说说移苗的时间 朋友你好我是时珍 这是两花园一的频道 欢迎订阅 前来说一下结论或者答案 在多伦多地区通常建议的移苗时间 什么叫移苗时间 就是你自己种的小苗 或者你买的菜苗啊花苗啊 移苗时间通常是建议第三个 5月份的第三个周末 也就是女王节 说我这个小苗 然后待会我们再出去转一圈 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有生长灯 所以我就提前育苗了 我大概是4月份育苗 然后放在生长灯底下长得不错 长得它开始发芽以后长得很慢 一旦放在生长灯底下 开始生长就很快了 叶子很快就长大了 也试过放在太阳下 太阳下有个问题 这两天开始天暖和了 放在太阳下就会曝晒 一个是晒得太厉害 在一个晒时间比较长的土就干了 对它生长其实并不太好 一般苗谱都是温室种出来的 都不会直接放在露天大太阳地底下晒 叶温室的条件比我这好多了 然后它可能也提前比较早 现在花店卖的都开花了 我这个还在跃跃欲试长得不错 给它种在这个小花盆里头 方花盆这里的用的就是普通的花园土 不是potting soil 不是带庄的土 这么多苗 我估计这里头种个四棵六棵可能就够了 这么多用不完 我还在种的其他花盆里头 方法就是把它捏一捏 一扣 扣不下来就再捏一捏 二扣 出来了 这个育苗呢 就是用的普通的盆栽土 还有标签呢 这是粉色的喇叭花矮千牛 这个种子呢 有卖的 我这个呢 是去年自己采摘的 今年早些时候做过育苗的视频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找来看看 一个是这个生长非常旺盛 它挺折腾的 再一个呢 现在气温比较高挺暖和 白天二十几摄氏度 马上就 多伦多没有春天啊 一下就到夏天了 我还是两只手来操作吧 要不然有人该说我了 这样好点吧 搭个架子 搬一搬 它有点缠绕在一起啊 其实早该分苗了 就有点晚 为什么不分呢 每天就做视频去了 为什么分呢 再不分就来不及了 有点粗暴啊 简单粗暴 一个 其实它有的种在一起 也问题不大 把小的先拿出来 一边一个角 我估计四颗就可以 好 行了吧 行了 这个刚分完苗是挺弱的 正好今天呢 是个阴天 所以呢 对它来说 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如果是曝晒的话 就会有问题 再一个好处呢 就是 我这个种盆里头 我可以给它遮阴呢 我可以给它挪位置啊 就是头一个星期 一完苗以后 头一个星期最重要 至关重要 这个压 稍微压紧点 这样的话 它可以水分吸收的比较充分 看着起来不错 浇点水就好了 今儿又给它补了一颗 稍微匀称点 其实长大了以后 这整个都能长满 第一不要曝晒 第二 水分充足 因为这两天有点热 剩下呢 中到这儿了 以防万一 刚浇完水就来访客了 讨厌吧 一定要注意 对了 这个也是我想说的一件事 现在春天呀 这些虫子 第一它孵化出来了 爬出来了 第二缺少食物 你要是移苗移的太早的话 这种小虫子很多 哎呦 你看看 找到了 马上就开始下口啊 毫不留情 看见没有 效率相当高 几秒钟的时间 就造成这样的伤害 比这个毛毛虫更饥饿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小兔子 比小兔子更饥饿的 知道是什么吗 鹿 理想的就是 让邻居家的菜 把小兔子喂饱了 你再开始种 玩笑哈 我们去看一个菜园 是什么样的 这里是邻居专门种菜的 做了这么一个raising bed 一个种菜的盒子 箱子 你看这上头已经种了不少小苗了 看看还是挺精神抖擞的吧 这些小苗是三个星期多以前种下去的 真正开始生长啊 也就是两三天前才长成这样 因为三个星期前 虽然空气温度提高 但土壤温度还是比较低 它种下去以后不长 我说的是大部分菜苗哈 不是所有的有的耐寒的品种可以早种下去 但大部分 就是得等到现在 五月的第三个周末 但是今年是暖都暖春呢 这个提前一个星期种下去都是可以的 也就是五月中旬 像今年的话五月中旬种下去是正常合适的 防止小兔子你看看还专门搭建了这个小笼子 这种适合小菜团小菜园 那么如果种菜很多 比如说整个后院都是菜地的话 那就要加固你的院子的围墙 除了要确保分子之间没有孔 让小兔子钻进来 还有一个就是我有朋友啊 甚至把墙把地挖下去一尺两尺深 然后埋上这个网 因为小兔子会打洞啊 脚兔三窟 这种提升的菜地菜园子 它也有防止兔子 一定的程度上防止兔子的作用 也可以防止鼻涕虫 看看这里直接把网铺上去 这就是保护小苗 能长大了 把网一去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不仅是兔子啊 小松鼠看着也好奇 把你小表挖的乱七八糟的 太容易吗养菜 看看这边的花坛 这就是昨天刚刚种下去的 很多花坛里的小花都是不耐寒的 包括这种蕨类植物 都是热带植物 如果种的太早的话呢 像去年五月中旬 还有零下午摄氏部的情况 这些都是原意公司维护的 他们才不会冒那个风险呢 总结一下 多伦多地区移栽这种花苗菜苗的最佳时间 是五月的第三个星期 这个时间移栽不会影响它的生长 而且可靠安全 您全网搜索时针加花明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 你喜欢这是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amus